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 寻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括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温成智讲师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同心学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最近有发现 很多新的消息 一直进来 来我们看一下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我们看一下官网 这堂课的节目是台湾法立 法立台湾 首先要不看官网之前 我们现在来简单了解 今天 我们有高杀吗 台语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厉害 来 台语听不懂的请举手 都听得懂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最主要是 要了解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政府还是政党 政府还是政党 政府 名字就知道 他有什么生日的 他有什么生日的 重点在这里 来请你下起来 你会说很多东西 但是最主要 经济什么 经济 政党法 由美国军事政府所占领美军的 占领地的主民 所成立的 以照政党法成立的 台湾民政府 麻烦你的手机 你稍微关掉好不好 我们上课 我们让其他学员 可以用心来上课 好吗 好不好 我们手机把它关掉了吗 OK 台湾民政府全民 请你记下来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基本上我们还是 就普通话来说 没有代笔 来来我这里用 每个法理台湾人 记得身上要带什么 笔 因为这是我们的武器 法理台湾人每个人 你先隔着一支笔 因为这是我们的武器 我们的武器 weapon 因为法理嘛 法理就是 金基国势的法 国势的教育 我们叫法理来走 所以叫什么 法理台湾 法理台湾就是 台湾民政府 那现在台面上 这些看到的是 政治台湾 他们是在什么架构下 不是战争法 他们是在 台湾关系法 也就是美国的国内法 的架构下 所运行的叫做 台湾authority of 哪里 China 在海牙的法院 国际法院 我们知道 南海有个争议 那海牙法院 给予现在目前 蔡英文所领导的 这个所谓的治理当局 正确名称是什么 台湾治理当局 来自于哪里 China 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来自中国的治理当局 它是不是政府 不是 只是个单位 它的主 它上面的是 它上面是谁在控制它 请你记下来 美国在台协会 你听名字 美国在台协会 美国在台协会 是不是政府啊 是不是政府 是不是美国政府 它是美国在台协会 协会底下会不会管一个正常国家的政府 会不会 不会 所以你这个架构要看懂 目前台湾这片土地上有两种人 我们看到这上面 刚刚提到台湾民政府的全名叫做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美国民政府 那简称呢 台湾民政府 依据什么成立的 原来的人 就是占领区的住民 所组成的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可不可以由中国人来担任 不可以 战争法就是被征服者 被征服者的土地上原来的住民 就是本来就住在这里的人 被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之后 那美国军事政府 可不可以直接管占领地 占领区的人民 不可以 因为语言 文化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有很大的差距 不能直接管辖 就战争法来讲 必须由被占领地的人民 组成的政府 来管理占领地的什么事情 民事 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一些行政事务 但是军事跟外交谁来主控 美国军事政府 也就是征服者 这边土地上有两种人 请你记得起初 我来问你 你大概知道 哪两种人 男人跟女人 十步到十步 正常啊 但是在战争法上面 请你记得 征服者跟被征服者 占领方跟被占领方 两种人 那我问各位 我们是征服者 你认为我们是征服者的请举手 被征服者的请举手 不知道我是谁的请举手 请举手好吗 这样我才知道 请你走手也没关系 来我再问一次 我们是被占领者的请举手 被占领者的请举手 请举手 我们是被占领者 也就是被征服者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管单位是谁 顶头上是授权的 是谁授权 美国军事政府 要写下来 我们不是跟中华民国直接 你要记得 我们不是政党 我们是在战争法的架构下 台湾民政府 全民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东西你记得 写下来 台湾民政府的全民 依据什么成立的 OK 好 土地上两种人 请注意看前面这里 这里有个横幅 这边有四面旗帜 讲师在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下 你稍微了解清楚 占领者 跟被占领者 征服者 跟被征服者 占领方 被占方 刚事与所念的 台湾民政府主张跟立场 第一点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个你可以不用抄 因为都有 你也可以上官网 来我们那个陈志麻烦一下 点这里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这里 对对对 OK这里 这上面就有了 来 同心这边坐 这边 这边 这边坐 OK好来 请先坐下来 手机有没有关 还没关了 请举手 对 先坐下来好吗 好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来 一起念 第一点 看这边 一 一起念 一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二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经商和平条约 好往上移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一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二 对中国殖民政权 请认清楚 来我们看到简报上面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先看到这里 第一点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是不是自己写啊 自我感觉良好 是吗 像网路上讲的这样 是吗 请注意 看这里 开中民已经跟大家讲了 很清楚 依据什么 来一起念 依据什么 国际法理 还是依据历史文化 国际法理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台湾独立 什么东西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请你想一想 现在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 有没有正常 没有正常 可以走出去吗 走不出去 为什么 现在是不是法理台湾 在管理整个台湾 还是政治台湾 在管理台湾 政治台湾 政治台湾是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组织来的 流亡中华民国 为什么叫流亡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1912年 在目前的中国 所成立的 当时1912年的时候 台湾是谁在这边 日本帝国 那时候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啊 不是 1912年既然 这也是日本帝国的土地 那我们想想看 现在目前很多桥梁 原本它是写明治 大政昭和年号的石碑 为什么上面会写 民国钱 为什么 因为占领侵犯主权 你虽然打仗打赢了 根据战争法 你不可以因为你是占领方 你就可以把占领地 所有的一切改变 创改 这个是不行的 这是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战争罪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凭什么 1895年4月17号 当时的大清帝国 跟谁 日本帝国打了一场战争 打什么战争 日清 甲午战争 对不对 甲午战争是 清帝国那边的说法 就国际上来讲叫做日清战争 也就是日本帝国跟清帝国两个国家 所打的这一场仗 叫做日清战争 1895年的4月7号 大清帝国大皇帝 他授权给李鸿章跟他第二个儿子李金方 那日本帝国日本的天皇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授权 两位 就是陆澳中官跟谁 跟他的总理 当时的那个总理大臣 两位 一样在哪里 在日本的下官 Simonoseki 请你记得 不是马官 马官是中国的写法 Simonoseki 所以日文的方法就叫下官 下官条约 当然有些现在学校听不懂 以后慢慢都要修正过来 叫做下官条约 马官条约是中国殖民教材的写法 依据下官条约 日本天皇拿到什么东西 台湾澎湖的所有权 在1895年 4月7号签订日清 交战争的下官条约 在5月8号开始 天皇就开始处理 它上面第一点 辽东半岛 是不是 清帝国什么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万国公法里面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可不可以割让 不可以割让 那所以呢 根据万国公法 明治天皇就颁布了诏书 后来呢 在什么 辽南返还的条约 将辽东半岛 割让 割还给谁 清帝国的皇帝 还给他 因为大日本立国的宪法 一样 也是遵守什么 万国公法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当然什么 要还给人家 拿到哪里 拿到哪两片土地 台湾跟澎湖 台湾澎湖拿到之后 根据万国公法的SOP 日本天皇开始什么 授权让他的第一任 总督是谁 华山之忌 我相信各位 你如果在历史上 你可能有听过 这个人 华山之忌 是台湾总督府 第一任的总督 他当时在 6月2号 189年6月2号 搭着横滨湾 跟李金芳 也就是李鸿章 第二个儿子 跟华山之忌 两个人 在横滨湾上 点交 FORMOSA 台湾这片土地 旁边一共有几个 三十几个岛屿 一个一个岛屿 点交 交接完成之后 在6月17号 也就是上礼拜 我们刚好过一个礼拜了 台湾总督府开始什么 始政日 就是开始启动 治理台湾的 国家机器 就是始政日的 意义在这里 就是开始 台湾就是 日本帝国的土地了 然后开始什么 行政 当然6月17号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很顺利 因为一开始 我们知道 当时1895年 是要签订当下 6月2号虽然点交了 但是发现 台湾这片土地上 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因为大清帝国当时割让的只是 在中央山脉西部 六个屯肯区 而不是 大清帝国的领土 它只是什么 来这里殖民 拓殖地 跟它之前的 荷兰东明王国 东明王国是谁带来了 正成功 往上退 大清帝国 往上退是谁 东明王国 东明王国前面是谁 荷兰人 荷兰人之前 西班牙跟葡萄牙 对不对 那之前呢 还没有人 还没有人来 先不要讲 来问各位 你的印象当中 先来台湾的开垦的国家 我问各位 你举手就好 不用开口 大家眼睛闭起来 我要看到各位眼睛闭起来 先生麻烦眼睛闭起来 来 眼睛闭起来 先不要操 我们稍微问一下 眼睛闭起来 我问大家 台湾这片土地最早来的国家 你认为是荷兰的请举手 西班牙的请举手 葡萄牙的请举手 请放下 郑城沟人请举手 日本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好 眼睛闭起来 继续闭起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谢谢请放下来 好 眼睛闭起来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台湾 如果是台湾人的台湾 请问 你可以拿出台湾的所有权状吗 可以的请举手 不可以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既然我们拿不出台湾的所有权状 凭什么台湾有台湾人的台湾 刚刚提到 谁拥有台湾 这片土地的所有权状 是谁 日本天皇 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的条约内容 首先开宗明义已经写清楚了 大清帝国大皇帝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所签订的条约 而且是什么 永久割让 清帝国跟日本帝国打仗 谁战败了 谁打胜了 清帝国打败了 他被打败了 被谁打败 日本帝国打败了 那清帝国有没有东西可以赔偿 不够啊 不够败了 所以什么 把他的拓殖地 清帝国拓殖地哪里 台湾跟澎湖 个人给谁 日本天皇 皇帝跟皇帝 清帝国的国家法人是谁 清帝国的皇帝 不是慈禧太后 也不是他底下什么李鸿章 那个都不是 各位要记得 帝国 有君主君王的国家 他是二元制 皇帝 他是国家所有权人 他一个人没有办法管那么大的国家 必须交给谁 他所信任的 政府 也就是他的管理 管理者 皇帝交给管理者 内阁总理大臣 或者是什么 首相 让他什么 管理国家大政 你如果要上旗游间 自己可以自由活动 没关系 二元制 跟一般民主国家不一样 一般民主国家是什么 总统 国会 那国家 国家所有权者是谁 全体人民 这是一般民主国家 但是有君主 有皇帝的国家 就不一样了 所有权者就是皇帝 各位你想想看 现在世界上还有皇帝的是哪一个国家 哪个国家 日本 日本天皇还在 对不对 所以 日本天皇还在 大日本帝国灭亡了 你认为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日本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国就存在 请你记下来 皇帝存在 帝国就存在 了解吗 那我们看到这里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刚刚讲是大会跟大家来做说明 再来呢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是凭什么 握有台湾占领权 这是每一位同心学员 你来上课之前 听到事宜在 念主张跟立场的时候 你心中会有的疑问 包括什么是台湾民政府 刚刚课堂上 开始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你晚来的 没有关系 网路上 我们有台湾民政府的影片 或是直播的 你可以重新看一次 没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再重复讲了 然后你待会往来 你就再看一下网路的影片就好了 OK 遵守国际法 国际法的内容 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经商和平条约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一样 因为法理台湾人 我们身上带什么 带笔就好了 要不要武装革命 武装革命啊 刚好武力跟暴力一起用 需不需要 不需要 我们只要改变 目前我们知道 政治台湾 不是我们政府 因为2009年 4月7号 美国的高等法院 巡认法官的 Brown 他在什么 08-5078 这根案件里面 他把五个结论告诉大家了 第一点 请你记下来 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籍 第二个 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际社会 承认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湾人至今能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 第四 美国承认 现在台湾还是在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当中 第五 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各行政单位 要主动来协助原告 原告是谁 台湾民政府 什么时候告的 2006年的10月24日 也就是各位 各位你如果有新台湾论 记得在报名的地方稍微问一下 新台湾论很厚 600多页 请你好好地把它读好 来讲一读一下 这两本 这两本只是讲义 只是新台湾论其中 一个部分的重要章节而已 你这读一读就了解台湾法理 了解国际法理吗 No 还找得很 这只是让你了解而已 新台湾论目前有上策跟下策 那你一定要把它读熟 你读熟之后才能真正去了解 而不是你现在台面上 我觉得什么这样就好了 No 你要一个一个去看 因为新台湾论内容就是 秘书长根据国际的法理国际条约 战争法还有什么 代理法 万国公法 相关内容 汇整 什么时候开始汇整 2004年就开始汇整了 所以大家要好好了解 这个网页我们看到这里 促使各种方法 我们使用法不是使用武力 是什么 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各位有没有好奇 流亡中华民国可以占领台湾 有没有发现到 它是不是军事政府啊 新台湾论好好去读 讲师留给各位一个作业 你把新台湾论内容了解一下 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是什么意思 讲师不可能全部跟你讲 两个钟头 时间够不够用 不够用 当然要留给你们作业 再来 对中国殖民政权 看到殖民 那日本是不是殖民啊 日本有没有殖民台湾 没有啊 他一开始 大日本帝国的皇帝 依据日清下官条约 它是取得由清帝国的拓殖地 变成日本帝国的领土 也就是天皇的土地 根据万国公法 日本天皇在1937年的时候 依据万国公法把台湾华湖 实行黄民化 黄民化是什么意思 教育 教育 就是各位是不是听不懂 当时清帝国统治的时候 清帝国离开了 日本帝国来了 当时的居民听得懂日本话吗 看得懂日文吗 都看不懂 看不懂怎么办 教育 日本天皇他所拥有的土地 人民 土地是黄土 黄帝的黄 土地的土 人民呢 黄民 所以我们从新闻看到 郝伯春 他跟那个什么 柯P不是在讲 黄民 对啊 我们就是黄民 而且是什么 我们是战败者 我们不是征服者 征服者是谁 美国 跟谁 他的同盟国是谁 中华民国 还有哪几个同盟国 英国 法国 还有哪一个国家 苏联 所以各位 你在中国执名教材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所谓的光复节 他其实不是光复节 在战争法上 他正确的名字叫什么 交战国军事占领日 也就是当时的叫什么 投降典礼 而不是光复节 所以中国国民党 在这一方面 他欺骗所有占领地人民 使用殖民教材 非常成功 让各位 没有办法了解 台湾真实的国际地位 及国际事实 而在什么 流亡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认为体制内可以改革 体制内可不可以改革 各位你想想看 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下 宣誓效忠 流亡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不可能在流亡中华民国宪法底下 推翻 流亡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不可以 不行 各位你在坐船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船 炸成 可不可以 你没有备胎啊 你可不可以把自己炸成 有备胎 所以主张台湾独立 死路一条 台湾的所有权是谁 日本天皇 美国总统依据旧经商和平条约内容 也就是23条的A款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United States as a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掌握什么 占领权 所以在第四条B款 美国的军事政府 在台湾土地上 拥有占领权跟什么 分配权 所以流亡中华民国 可不可以占地为王 占领了就是中华民国的 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占领地的人民 国籍原来是大日本帝国国籍 全部把它改成中华民国 透过行政命令 不行 所以这个重要的观点 各位你在课堂的一开始 你要有一个建立 一个开始 好 我们看到首页好吗 首页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大家有初步的了解 点一下 好 麻烦点一下 首页 OK 好 好 来 往上移 不是 不是 往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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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往上卷 看到最底下 这边 官方证明文件 第二个 对 OK 我们看到 台湾民政府跟美国政府的司法部 往来文件 哪里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这是美国的司法部 在什么时候 2012年的July 31 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 2006年10月24号 跟2015年的2月27号 我讲的都是美国时间 美国的当地时间 那美国 台湾当地的时间是哪里 2月28号 就是2015年 我们看到那个诉状 控诉的 控诉美国政府的诉状 那2006年的部分 那2015年的2月27号 我们控告谁 美利坚合中国跟谁 中华民国 那抬头都会看到什么 Roger C.S. Lin 他是谁 秘书长 Mr. Roger C.S. Lin 英文名字 那职务 他的职称呢 Secretary General 秘书长 哪里呢 台湾民政府 台湾Civil Governance 这底下呢 是台湾民政府 在美国华盛顿 D.C.的地址 他里面有写到这些 Dear Mr. Lin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s of April 20th 2012th sharing your views of a legal status of Taiwan 感谢你在2012年 旧金章和平条约的生肖日 分享呢 有关台湾的法理地位的观点 在里面写到 这是美国司法部的书信代表人的签名 OK 我们看到这里 往上移 来 往上移 所以 这个是放大版 然后往上移 不是 往上移 刚刚那个 这个 往上 往上卷上去 来 基金会 为什么要有基金会 美国的各州的政府 他们美国的财政政 有一个特殊的特点 也就是跟流亡中华民国不一样的地方 政府跟钱 它是分开来的 每一个州 州的政府 它必须设立什么 基金会 所以美国它50州 它每一个州的州政府 它的基金会要去哪里 申请 哥伦比亚特区 去申请基金会的文件 证明文件 那州的政府 美国各州的政府 它什么 必须要 账策 要交给什么 每一个州政府的基金会 跟美国政府的包账 国会要透过基金会查账 不是像现在流亡中华民国 一个单位 像一般公司一样 两本账策 一个是给检查 检查用的 一二个呢 私底下 黑金流亡 流向 第二本账策里面 然后人家要检查哪一本账策 写的账策 账面很整齐 很漂亮很好看 结果呢 一些乌漆妈黑的都在第二本账策 美国 美国 它基本上基金会 就是负责管理账 所以 这个部分 大家了解 依附在美国 军事政府的台湾民政府 当然也必须什么 有基金会 所以这方面 大家了解清楚 来往上 往上移 那在华盛顿地区 那一栋大楼 来这边 往上看 看一下照片 那边所有的地址都是这个号码 1250号都在这一栋大楼里面 当时伊拉克跟美国打仗的时候 伊拉克的民政府也是在这里 办事处也是在这个大楼里面 好 往上 内部的照片 以兴往上 OK TCG基金会更新全名为台湾民政府基金会 往上 这些关系 大家上去看就好了 美国官方核证证明文件 台湾政府的 OK 来继续 2013年3月15号 正式完成官方注册政治组织的登记书 哪个政治组织 台湾政府 什么时候 2013年的6月18号 上礼拜 周年 来往上移 各位 人民中央会馆的地址 袁林坑路100-1号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指挥中心 目前各位 你所了解在哪里 我相信新闻上 你报导 你曾经看过 在哪里 台北市内湖金湖路100号 我们很好记 100-1号 好 我们回到PowerPoint Change 變革 我们要不要Revolution 不用 因为现在欧美静代化的国家 对于革命 非常的感冒 为什么 那是一种野蛮的活动 所以 我们只要改变就要Change 变革 好 各位 你手上是不是 身上至少有 出国的时候 有这两个证件 对不对 来 我问一下各位 它上面写什么东西 身份证 目前台面上 政治台湾所拿的 那个PowerPoint不见了 来 可以 这两个 身份证 跟什么 护照 各位 中华民国是不是正常的国家 是不是 它在1912年出生 什么都死掉 1949年4月23号 南京政府覆灭 当时 总统李中仁逃到哪里 成都 蒋介石 带着他流亡逃难的官员 躲到哪里 三国演义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四川重庆 躲在那边 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被日本帝国的维安部队打败 赵拿队 港官毕业队 重庆 国民党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谁 在南京的汪兆敏 汪精卫 他是传承谁 孙文 孙艺先 直接传承给汪精卫 汪兆敏 而不是传给蒋介石 所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中国有四个 不知道哪一个国际上才能够正式知道 因为非常乱 在东北 有一个叫什么 满洲国 就是原来清帝国 他交出政权之后回到东北 成立新的满洲国 在1932年 当时有几个国家跟他交往 23个 全世界当时有几个国家 51个国家 有23个跟满洲国交往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汪兆敏为首的 在南京 两个叛乱集团 在四川重庆是蒋介石 中国国民党政府 主席是谁 林申 蒋介石是什么职务 蒋中正 他是什么职务 行政院长 你所听到的 一个国家行政院长 他可以跟全世界国家宣战吗 可不可以 行政院长官宣战 可以吗 上面没大人 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 在重庆 有个主席是谁 林申 应该是林申来宣战啊 怎么会是蒋中正 蒋介石宣战 所以历史是乱七八糟乱血 另外一个叛乱集团是谁 在延安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政府 所以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日本帝国是在国际联盟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是全世界最强的武力国家是谁 日本帝国 所以日本帝国在当时是负责什么 维和部队 所以三次进出中国 负责什么 把那两个叛乱集团消灭掉 结果呢 这两个叛乱集团很聪明 他背后有人在指导他是谁 苏联的史达林 在后面指导这两个 要合作 联合赤藥 跟毛泽东讲 联合赤藥敌人蒋介石 合起来 打击谁 王兆明王精卫 跟想办法 让维和部队退掉 没有能力再继续维和了 所以制造什么事件 南京大屠杀 假的 各位我们看到 台湾民政府首页 我们看到南京事件调查报告 陈志先找一下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南京大屠杀 是假的 因为原先有一个通舟事件 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军队 联合他们整个 其实那时候中国国民党的军队 里面有什么 有共产党 有国民党 全部合起来 杀害谁 日本的侨胞 在通舟的地方 蒋介石来组织一个部队 制造什么事件 黄河大决堤 死了十万多人 黄河大决堤 二战前 发生的 到二战之后 由美国监工 才把黄河的大缺口 补起来 凶手是谁 蒋介石 他把他炸掉 黄河大缺口 然后全部死了一大堆中国人 这一笔烂账 蒋介石把这一笔烂账架货给谁 说是日本帝国干的 让所有中国人怨恨日本人 到今天为止 这个毒还没有解 各位想想看 维和部队在世界组织的授权下 他可不可以违反万国公法 违反战争法 不行 凶手变成受害者 各位你想想看 台面上就是这样搞法 各位你70多年来 你看了新闻 哪一天何尝不是这样 受害者 结果变成是 他是凶手 然后凶手变成受害者 这个就是政治炼狱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找得到那个吗 找不到 你找到那个Google Google一下 南京事件调查报告 先打一下 身份证上面写什么东西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可不可以证明你是台湾人 来我们各位眼睛闭起来 先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现在看到 我们刚刚看的 现在想一想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跟中华民国那一本绿色的护照 就你的看法 你认为可以证明你是台湾人的 请举手 不要偷看喔 偷看你会肚子痛喔 来 请举手 不能证明你是台湾人的 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不知道的 请举手 好 谢谢 眼睛睁开 看这里 世界各国的海关 就文件上来讲 它是不是看上面的文字 其实不然齁 这一本 这一张身份证 基本上来讲 只能在目前台湾里面流动 它在国外不能用 这本可不可以 告诉各位 这本护照怎么来的 新加坡透过联合国的 国际民航组织 把他的代码 借给流亡的 Chinese Taipei 制造这本护照 包括他的景片 还记得 陈唐山吗 他以前取笑 新加坡怎么取笑的 印象还记不记得 从鼻孔挖出东西 那个就是新加坡 陈唐山曾经就这么取笑新加坡 后来呢 shut up 不能讲了 被封口了 接下来呢 陈唐山的浓庄 豪华的浓庄 都被清算了 还记得吧 那就是修理他 乱讲话 得罪了新加坡 这本护照 你还能够再使用晶片吗 就没有了 如果不是新加坡的星光部队 如果不是新加坡的国际民航组织代码 这本所谓的护照 根本是没办法来做使用的晶片 其实这一张只能代表旅行的证明文件 证明你是流亡的中国人 而不是台湾人 里面的内叶 待会也可以告诉大家 跟这个差不多 通通都离不开哪里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全世界都知道 1949年4月23号 南京政府灭亡了 10月1号 由马泽东所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离开南京政府 成了什么 万国公法 有名的流亡政府 跟现在的西藏一样 他离开西藏 逃到印度的达兰沙拉 可不可以在那边建立一个西藏 西藏土博 可不可以 不行 你离开自己的家了 跑到别人家住 可不可以住在人家家里 说 这个就是我家 这就是我们家 每一家 桌子 桌子 包括 市政 拉拔 摄影机 什么 全部都我的 可不可以 不行 那个是人家地主 房东的 只是让你使用 离开了可不可以带走 不行 台湾也是一样 印度也是一样 西藏流亡 到印度的达兰沙拉 每年要不要缴租金 要 谁给 美国 要保护西藏流亡政府 在达兰沙拉 所以租金是美国付的 流亡中华民国 流亡到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的 台湾 台北市 有没有缴租金 有缴租金 有缴租金给人吗 你说是材贵 没有 有缴租金给天皇吗 有没有 没有 而且一天到晚 制造殖民教材 暗地都在骂谁 骂日本 骂日本天皇 没礼貌 你住在房东地主的土地上房屋里面 你可不可以一天到晚去外面 骂房东 骂地主 可不可以 改天都把你赶出去 没礼貌 让你待在这里 你死无去路 1949年之后 10月1号之后 他有没有地方去 没地方去 美国 当时总统是谁 杜鲁门 曾经跟菲律宾讨论 让蒋介石在菲律宾待几天 各位你想不到 只能待三天 所以当时 我相信各位你都有读过 什么 三年反共 五年成功 台湾是反共的什么 跳板 各位跳板是不是自己的 随便捡个板子 然后踩的 跳过去 板子要不要收回去 不是我的 利用完就算了 那是不是殖民政权 跟清帝国有什么两样 他有没有在那边建设 有 可以烙油水他就建设 你看那个远东集团 在花莲的山上 挖那个什么东西 水泥 结果在台面上 那个许远东 讲什么 我要挖水库 你明明就是牟利 卖的水泥 卖给台湾当地人很贵 卖到中国 自动降价700块 有没有看到这些新闻 他没有爱台湾 爱啊 爱钱啊 跟现在台面上 政治台湾各党派都一样 中国国民党 外来政党 民进党是不是爱台湾 他是不是台湾人的政党 No 你现在台面上看到 中国国民党 民进党 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 新党清兵党 通通都是流亡中华民国的 你还去投票啊 世界上有没有选举机制说 你来投票 没有发走路工给你 还不打紧哦 你还要付钱给候选人 一票30块 你要付给政党 投一张票 你要付给政党50块 这个秘书长讲给美国听 美国吓一跳耶 哪有那么好 选举投票 选举投票的人还要付钱给候选人啊 还要给候选人的政党 美国是什么 donate 是自由乐捐耶 你要你就donate 你没有donate也没关系 结果台湾这不是耶 你只要去投票就要给钱 有没有给你走路工 你还要投票那天 你还要不要走路工 从南部赶回来 车票多少钱 他有没有给你 没有 这个就是政治炼狱啊 选敌人 想尽办法挖你的钱 让你的小孩子不敢结婚 不敢买房子 不敢生小孩 全世界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在哪里 台湾 现在生活那么难过谁造成的 不正常的状态 不正常的国家 不正常的政府 这种变态的状况 让我们走不出去啊 巴拿马跟谁转交 来眼睛闭起来 我再问各位 眼睛闭起来 巴拿马跟台湾断交的请举手 跟中华民国断交的请举手 不要偷看哦 肚子痛哦 来 跟中华民国断交的请举手 我再问一次 谢谢 请放下 跟台湾人断交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谢谢 OK 各位 我刚刚讲眼睛闭打开 台面上是不是在这个单位 是不是这个单位 来看到这里 是不是这个单位 叫什么 中华民国 是不是跟台湾建交 这个台湾是谁加上去的 陈水扁先生加上去的 所以美国给陈水扁先生加什么内容 麻烦制造者 原先本来护照就是长这样的 中国国民党 Chinese Taipei的旅行证件 本来要叫旅行证件 护照是什么性质的 才能叫护照 你想有主权的国家 你才能够叫护照 流亡中华民国可不可以叫护照 不行 南京事件有找到 好来我们看一下 把它放大 这边 OK 谢谢 南京事件调查报告看清楚 中国国民党捏造 中国共产党附和 两个都是兄弟党 各位你在电视新闻里面 有没有看到 中国国民党的红袖柱 有没有回他的祖国 跟谁坐在一起啊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坐在一起 整件事情 全部一手都是中国国民党来做的 来我们看清楚 农妇被捏造成未安妇 各位你看 那时候农村的妇女 夏田去耕作 当时担任维和部队的大日本帝国的军队 在休息之后 很自然的把枪 拖枪 你如果当过兵女就知道 你在警戒 押解犯人的时候 你的枪会不会这样拿 你看清楚就好了 这拖枪 休息 所以拖枪 押解犯人是枪口对着 奴隶或者是人犯人子 他有没有 没有 这个是纯粹陪同 来往上 看到没有 OK 来继续 往上移 这一个很夸张的一部照片 刚刚看的那张照片是1937年11月10号 也就是当时台湾日词是什么 皇民化的时候 当时日本帝国是什么 军队是在中国执行维和任务 跟现在美国一样 美国进入伊拉克 美国进入阿富汗 美国去叙利亚 一样执行联合国所交付的维和任务 来往上移 这个在做什么 这一个 各位看看 这个在做什么 他抱一个小孩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好 来 好 往上移 这个照片谁拍的 王小婷 把他抱下来放在这里 中国娃娃 这个照片在1937年10月4号的美国 有一部很著名的杂志 生活杂志 畅销全世界 大家看到这张图片 会把日本军队为和任务 当做什么 在迫害中国人民 会不会造成美国跟英国对日本的反感 绝对会 来往上移 看到 洗脑无数的美国人 是美国人由支持日本到反对日本的导火线 有1亿3600万人看生活杂志的人 当时估计的人 影响当下 英国的国会 美国的国会 会不会由原来支持国际联盟的世界组织 是维和部队的日本军队 支持他变成反对 绝对会 这个照片是他制造出来的 叫王小婷 来我们看一下他跟蒋介石的关系 王小婷在这里 蒋介石旁边 随便人可以跟他这样一起走一起合照吗 可以吗 只有心腹 你才能够当在蒋介石 站那么近 跟地人 同意是吧 跟地的兄弟 跟地人 热门大的 跟小蟑螂的 站在一起 你去做 做得真好 我很开心 吃咖啤 你把这些照片補得很成功的 让全世界给他很透明的日本人 所以蒋介石可以跟他的军队 进去南京城 把汪兆明、汪精卫把它干掉 取代了 懂意思吧 来我们上看 中国娃这张照片 看好了 刚刚抱那个小孩的 把小朋友挂在这里 来看到这里 原先在这里 各位你想想看 以前有读过一篇文章 叫什么 朱志钦的背影 他说爸爸拿着橘子 从月台那边翻过铁轨 到月台那边 看着他蛮憨的背影 朱志钦不自禁的流下眼泪 我从这篇文章 我都不断的去想 跟这一张 这个影片 有密切的关系 你看 真的啊 假的爸爸 抱着他的小孩 来到铁轨这里 然后呢 把小朋友丢在这里 小朋友的哥哥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不是他的爸爸的男人 赶快离开现场 然后呢 拍了一张照片 来往上移 就变成这张照片了 刊登在美国的生活杂志 畅销全世界 各位想想看 你会不会感觉到日本的可恶 会不会 打仗你要跟蒋介石打 你怎么波及到这个小孩子呢 所以当然 全世界开始反日 甚至对日本帝国实施经济制裁 被逼到悬崖了 东条英姬不得已 才对日本宣战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背景 这个 时间关系你自己看 这个是剪贴的 贴图 往上移 以前洗照片很厉害 往上看 洗到什么程度 一张照片 竟然有两个太阳 一个太阳这样照下去 影子在这里 一个太阳在这边 影子这样子出去 然后交叉成一个叉 可不可能 这个失败的作品 刚好被撩包 被抓包了 来 往上移 再来 这张更夸张 1938年8月的 五四刀 军刀 98四的军刀 在1938年8月才出来的 竟然会出现在前一年 1937年的11月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现在我们手上这个 简报笔 会不会出现在去年 会不会 这支简报笔都还没出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制造出来 这是上礼拜才进来的东西 可不可能去年出现 你这样去逻辑思考 理性的思考 我们在想事情 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法理台湾人 各位 法理台湾人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理性跟逻辑 来判断整件事情 假设你就是鉴定 见识人员 你在协助办案 你来思考一下 各位你就像陪审团一样 你来看看 日本帝国的军队有没有犯罪 你自己来判断就好 这是 所谓 全部就是 调查报告的内容 来继续 往上移 往上移 再来我们看到 日本的军人 他穿军服戴钢盔会这样子戴吗 钢盔里面还戴小帽 钢盔带还不扣 会不会 会不会 这底下是什么 谁的尸体啊 这是通舟事件 所有被害的百姓的尸体 来往上移 而且那些都的 服装 监视跟领视的军阶 都不一样 1938年 6月1号之后 跟6月1号之前 两个都不一样 一个尖章 一个是领章 往上移 来我们看一下 来这样就好 各位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军队 有的同情跟我讲 德军 带着是德国的军 军人的钢盔 所以是德军 No 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军 来往上移 往上移 有没有看到 中国国民党 党军 1930年之后 大日本帝国的军服 看到这里 有没有 尖章 里面有没有戴小帽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来往上移 绑腿 都很清楚 穿这样子 来往上移 看到这里 标准版的 尖章 来往上移 穿得很整齐 军刀 来往上移 来往上移 看到这里 第二章 事实 看到这里哦 事实上 真正的大屠杀 只有中国兵屠杀日本平民的通州大屠杀 从通州大屠杀的照片拿来捏造假的南京大屠杀 所以那时候有流行一句话 暴之阴沉 残暴的支那军队 应该要严厉的 惩罚他 所以暴之阴沉 有这句话 来往上移 南京大屠杀是假的 那现在有多少 的笨蛋还在相信 慢慢往上移 这其实时间的关系 大家慢慢去看 木鸡 长这个样子 这是日本人的鞋子 有没有中国的女生 会去穿日本人的木鸡 不会 来往上移 通通往上移 还把它 假的还制造真的影片 把它拍成电影 让所有全世界恨日本人到目前为止 都是这样 往上移 日本的女性被屠杀 被强暴 结果变成 她的国家的人变成凶手 OK 来往上移 看这里 通州大屠杀 铁证 各位你想想看 台湾228屠杀 228大屠杀是谁做的 谁做的 中国国民党做的 228 跟他们才会这样做 日本会吗 日本不会这样做 他们是有名的维和部队 日桥的女人被欺负了 被杀害了 结果中国的军队把它拿去捏造了南京大屠杀 来往上移 香港网站也有 全部都铁证 来往上移 还有底下这个 继续往上 看到这里 OK 为什么讲师要讲这个 我要让各位清楚 我们是日本台湾人 我们以日本人 我们虽然被征服了 我们战败了 但是我们并不可耻 可耻的是谁 流亡在台湾的中国 这个Chinese Taipei 这个组织 媚于事实 你给 带给所有占领区的人民 带来什么 错误的历史观 错误的价值观 错误的国家认知 甚至透过语言文字 改变占领地人民的语言文字文化生活习惯 甚至要把我们灭族 各位你会不会讲日本话 在座各位 你会不会讲我 原来我们的国语 日本话 可以说的牙齿 不懂的牙齿 我自己也不懂 好 请放下 我们继续不俗了 我们被灭族了 不会讲我们国家的国语 国家是什么国家 现在我们在说的就是国家 他们都叫什么 北京话 浙江话 他们有没有国语 也没有国语 是他们中国国民党 来到台湾之后 看到教材上 日本教材上 有写国语 沿用 沿用国语这个名称 变成说 我们讲的这个是国语 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 是他们的语言 流亡中国人的语言 不是原来我们的语言 因为大部分普通的 有的讲客家话 有的讲高沙阿密斯的话 有的讲泰雅族的话 鲁凯族的话 可能都听不懂 但是我们共通 听得懂的就是现在讲的普通话 所以我们找一个共通点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 要找到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定点 定位在哪里 我们是谁 我们的民分 我们归属谁 应该是归属中国呢 还是归属日本 还是要自己独立 我要各位讲清楚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独立 很清楚刚刚讲师都讲了 土地人都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 依据马关条约下关条约 S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onoseki 国际条约名称就是下关条约 日本天皇就是对台湾保有所有权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就是我们的民分 那现在的现实呢 是因为旧金商和平条约的签订 因为在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召合天皇陛下 向同盟国 美国 美国总统是谁 当时是杜鲁门 接受波斯坦宣言宣布投降 在1945年的9月2号 在日本的东京湾 一艘军舰叫秘书礼舰 在那上面 参加了麦克拉社主持的 投降书的签订的仪式 在1945年的9月2号 谁代表 蟲光馗 三重的蟲 光明的光馗 馗呢 向日馗的馗 他走路有点不方便 有一边脚怪怪的 他戴一个高帽子 相信各位你在一些历史影片有看过 东京湾签署日本的降服文书 然后在1945年的10月25号 那一天 中国的占领军 由美国40艘军舰 载着3000名的占领军 来到哪里 台湾 举办了投降典礼 不是光复节 各位你要记清楚 你讲台湾光复节 就是犯了国际战争罪 正式名称那天叫交战国军事占领日 没有什么光复节 台湾有没有光复 我们战败了怎么会有光复节 谁来轟炸台湾 很多答案 来眼睛闭起来 不要讲 你还是举手 来我问各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轰炸台湾的请举手 请放下 那个大哥眼睛闭起来 你没有合作喔 被我抓包喔 你会肚子痛喔 来眼睛闭起来 日本轰炸台湾的请举手 中国轰炸台湾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好 眼睛睁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主要的军力是由美国独立 一个国家的军力征服 conquest 台湾 都是它轰炸 甚至整个日本 Empere of Japan 都是美国轰炸 主要占领全国的 主要占领全国就是这样取得的 完全由美国征服 所以它是主要占领全国 也就是在旧金章和平条约23条A款 确立了它是主要占领全国的地位 那我们在外面有听到什么 台湾地位未定论 各位 那不是真的 旧金章和平条约 确立了台湾的地位 这一点请你写下来 没有什么台湾未定论 地位未定论 请你写下来 旧金章和平条约 确立了台湾地位 所以外面在讲什么 台湾未定论 为什么要讲那个 因为它要倡导台湾独立 要倡导九二共事 回归中国的怀抱 所以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个就是政治阴谋 但是法理就是法理 你政治可不可以把法理改掉 绝对没办法 依据国际法理 就是万国公法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改变 你只要违反国际法 万国公法 全世界绝对给你抵制 没有人敢违反 像G7 俄罗斯普丁 他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触犯了这条红线 欺负了某个国家 所以这G7 七大工业国 本来是G8 有八个国家 就跟他讲 你不能进来 所以2015年2016年开始 就是G7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有没有back 没有 没有办法 就是G7 哪七个国家 G7 请你继下来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就是澳洲 就是七大工业国 这七大工业国 举办的G7 在每年的5月26号 近年已经举办过 因为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各位你也顺便记一下 你是这一期 一是初级班 2017年6月23号开课 所以你是这一期的学员 那你顺便看一下你的左右邻居 都是你的同学 改天你可能在某个地方 可能看得到 那是什么 同学 这G7七大工业国 有个特性 他们所占的GDP 占全世界的70% 70% 也就是等于是在联合国组织里面 是属于什么 很像坐飞机的头等舱 他们所做的决议 也就是联合国将来要执行的事务 我相信各位您在上礼拜的时候 已经有些同学 有拿到G7的会刊 那里面有写大量篇幅 看载了什么内容 台湾民政府的内容 台湾民政府的内容 那台湾民政府基本上目前是什么 登上国际的舞台 从去年G7的会刊开始 我相信各位您都已经有发现了 好 那个网站看到这里就好 我们看到首页去 好 看到首页 我们在六月份举办的活动 按首页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首页 它底下那边有几个区块 来 陈志伦往上移一下 看到最底下那边 官方证明文件底下那边 往上卷 往上卷 这边上面有区块 往下移 让我看一下 那区块不见了 之前有 一块一块彩色 没了 改版了 OK好 没关系 我们从底下看上来 G7是刚刚那个底下 喔 没关系 慢慢卷 卷慢一点慢慢卷 G7 再来是G20 这两个 内容你再慢慢看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reward trust 就建立起 信任的基础 OK 重新建立 Building 跟G7 G20 2017年 台湾民政府 再度 升上G7 七大先进首脑会议 跟G20 20个主要国首脑会议的专刊 G12 20 这里面 你可能在报章杂志有看到 什么 金庄国 金庄国 金庄国里面有谁 印度 有中国 这大概内容 这边 各位 你新台湾独守 你可以参加什么 俊守的考试 来 我们点一下这里面内容 好 往上移 好 来 第27次俊守的考试 跟司法人员考试在什么时候 9月2号 各位 刚刚讲是不是 跟各位讲了 9月2号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签订投降书的日子 1945年9月2号 所以各位 新台湾有上册下册 请你独熟 来参加9月2号的俊守考试 考什么内容 下午2点 新台湾论 记得 记得 考俊守考试的时候 记得戴什么 帽子 OK 好 我们回到首页 这是5月26号的公告 OK 就刚好 G7那一天 对不对 G7 5月26号的那一天 好 网上卷我们看到上面 好 来 这边 看了 底下好了 G7下面 好 5月3号 好 台湾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DC举办国际的盛会 还有什么 台美的谈判团 好 我们点进来这个单元 这个 这个单元 我们点一下 来看一下 二次夫人 在华盛顿DC的一个 那个演讲内容 来看一下 可以吗 放大吗 我们在开始的一年 我们就发生了一个新艺术 我们在这期间中发生了一个新艺术 我们在开启架中间 我们在开启架中间 可以继续 前面 我想,我们可以继续 感谢您的节奏 和这个美风雨 我要来说 谢谢你 台湾的主动 为了支持这个节奏 这里是 Wilene Lin, 谢谢 德国人 好的 大家 优优 on behalf of my husband, founder, and head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Dr. Roger C. Espin, and all of my colleagues here tonight, it is a pleasur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e museum for this wonderful event. The TCG is honored to partner with Politico on this event, highlighting the new guard in the new Washington. In that same spirit, we would like to see a new day done in Taiwan as well. As some of you may know, Taiwan is one of the world's strongest economies and a strong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the 11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5th largest economy in Asia, and produce $285 billion in exports annually. We are leaders in the technology, defense, and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with the GDP of the $1.1 trillion. As you know, you may not know. However, if that Taiwan is not a recognized country in the world community,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recognize Taiwan nor do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ven in the Olympics, we have to march under the banner of Chinese Taipei and not Taiwan.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steadfast, which is a violation of our human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Dr. Lin founded the TCG in 2008. We are an educational and advocacy group with the goal of normalizing Taiwan's legal state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allow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determine their own nationality and protecting their human rights. To quote Dr. Lin, we lost these freedoms and protections. The people of Taiwan remain steadfast, and there was no international recognized government. We have been living in political purgatory for more than 70 years and immediately deserve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of our choosing. As a testament to our popularity of TCG, it's obtaining new members at a rate of 2,000 to 3,000 per month. With more than 60,000 members and over 60 offices throughout Taiwan, we are also ready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e New Guard, and all of you in this room to normalize Taiwan's states in the world. As we've been seeing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e time for change is now. Thank you once again to Politico for partnering with us on this fantastic even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ower listeners and we wish you all a pleasant eve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我們回到那個首頁 好, 往上移 剛剛是那個今年5月份, 5月3號的 華盛頓DC的國際政會 來, 我們看到這裡 有28家的新聞 世界各國, 來慢慢看 全西北正在台灣現在在目前的台面上 很成功, 它用新聞媒體 暗截所有攸關 台灣民進府的小心 各位, 你還沒有來上課之前, 你知道台灣民進府在2006年10月14號 跟2015年的2月17號控告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政府的請舉手, 你還沒來這裡上課的時候, 來了才知道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你看我先說, 有沒有很成功, 新聞封鎖, 這樣叫新聞自由嗎? No, 對他們有利益的才報, 所有報台灣民進府的都報負面的, 這些在5月3號這個國際盛會, 華盛頓DC的國際盛會所講的內容, 各位你在新聞媒體有沒有看到? 沒有, 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喔, 來我們看到第一個, 日文, 日文版的新聞, 再來英文, 俄羅斯也有報, 所以這一天的盛會, 普丁也有看到, 再來德國, 梅克爾, 都看到, 再來法國, 現在新任的總理叫什麼名字? 知道的請舉手, 馬克羅, OK, 來鼓掌, 各位, 台北政府每一位同心學員要這種國際觀, 我們不是只看第4台有線電視這個, 現在電視上的新聞, 各位, 你要透過你的網路, 用你的手機上網, 去探索全世界重要的新聞消息, 法國總理新的, 你看我們同心都知道叫什麼名字, 馬克羅嗎? 對啊, 法國馬克羅他也看到了, 再來, 西班牙文, 西班牙也看到了, 馬來西亞他也知道了, 捷克, 韓國, 兩個禮拜前, 我一般平常有上班公司的客戶, 之前有接待過三個醫學院的學生, 他們要去哪裡? 去接課, 見習牙科, 他現在, 學生他知道歐洲啊, 歐化, 那邊非常進步, 要去那邊學很多東西回來, 跟所有佔領區的人民造福他們, 我在車上跟他們談很多, 他們都知道, 原來, 還是去歐洲, 去美國, 才能學到真正的東西, OK, 還有哪裡? 韓國也有新聞, 來繼續網上捲, 陳志祥網上捲, 28家日本新聞報導, 5月3號台灣民政府華盛頓的宴會, 你看多少? 共同通信社, AAPPBB News, AGARA, 記憶明報, 朝日新聞, 東京, 千葉日報, 這底下那個, CNETNET, ZDNET, 河北星報, 高知新聞, 京都新聞, 美日新聞, 福島, 明友新聞社, 底下包括沖繩, 秋田葵, 產經新聞, 哪裡? 夏野新聞, 宮崎日日新聞社, WatchHandline, 產經新聞, 看多少? 28家日本的新聞社, 體育版裡面也有, 我們點其中一個點, 隨便點, 你點其中一個, 來看到這裡, 有沒有, 台灣民政府有沒有, 沒有, 越, 跳, 就是在國際, 舞台上, 看到台灣民政府的, 有沒有,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看底下, 有沒有, 2017年5月4號, 日本的時間, 等一下, 在美國是5月3號, 首都, 華盛頓, DC, 其中一個, 各國的, 隨便點一個, 法國, 還是英國, 你至少有看到這個吧, 這是不是都看不懂, 這看得懂吧, 台灣民政府, 有沒有, 台灣民政府, 剛剛記者, 上那個演講, 夫人也在華盛頓地區, 國際社會也跟大家講了, 現在目前台面上的Chinese Taipei, 它不是台灣政府, 真正的台灣政府是誰, 法理台灣, 台灣民政府, 真正在地人的政府, 而不是外來的流亡政府, 當作是台灣政府, 根據什麼, 國際法, 國際法, 我相信各位, 在演講上, 你有聽到, 民主長夫人講了, 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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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內容, 好, 我們回到首頁, 好, 我們再點首頁, 往上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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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還有, 還有川普喔, 重點, 好, 看這裡, 我們看川普, 就職, 當天, Nagel Flash, 是, 英國反對黨的領袖, 領導著英國, 走向什麼, 脫歐, 脫離歐盟這個組織, 反對黨領袖, 我相信各位, 你在, Facebook, 你搜尋, Nagel Flash的時候, 你可以, 甚至有機會, 你還看得到, 他的, 直播, 他還滿熱, 熱情的在播報, 他講的那個, 內容跟主張, 這是, 牛長夫人跟, Nagel Flash的, 在, 川普總統, 就職, 當天那個, 晚會上的合照, OK, 來, 看一下, 那這個呢, 我相信各位, 你在剛剛的, 5月3號國際盛會上, 有看到他的, 面容, 他是誰, 也就是, 第45屆, 川普總統的那個, 他, 什麼, 看一下, 康尼衛, 就是, 執政資深總顧問, Kenny Conway, 康尾小姐, 在這邊, 有沒有, 這是什麼, 民主長夫人, 林子蘭 Jillian Lin, 受邀VIP Reception, 以台灣女性, 參加美國, Right Now, 遵從女性領導人的, 總統就職, 慶祝早餐會, 跟川普總統, 競選總幹事, 現在是, 執政資深總顧問, Kenny Conway, 共同的早餐會, OK, 繼續往上移, 看到, 來, 就職的, 典禮, 你各位在, 報名那個, 入口進來之後, 經過時光走廊前, 咖啡廳前, 有個玻璃櫃, 我相信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受邀參訪一定要帶什麼, 有這個, 黃色, 藍色, 橘色, 那這三, 三張, 就是這三個位置, 這是, 民主長夫人跟什麼, 美國所派的, 保護的人員, 好, OK, 來, 往上移, 這個可以點得到嗎, 我們看到那個, 當天, 的位置, 他那個位置, 就職典禮的位置, 就職典禮, 往上移, 有沒有, 位置, 你看他站的位置就好, 看這裡, 這裡, 這一張, 看好喔, 第15屆美國川普總統, 就職典禮現場, 位置代表地位, 一個在前一個在後, 誰在前, 台灣民政府, 誰在後面, Change Taipei, 在這裡, 台灣民政府民主長夫人林子彈, 跟美方, 兩名變一的保鏢, 中華民國聯邦政府代表團是誰, 游錫坤, 跟林佳龍, 在這邊, 好, 我們回到上一頁, 那我們, 在6月4號, 在台北市, 有舉辦大遊行, 快樂法理變革大遊行, 在這裡, 看底下這裡, 沒有,我往上移, 那之前我們在6月3號, 六大報同時刊登台灣民政府宣傳的版面, 我們點一下, 往上移, 有沒有, 5月3號, 各大報都有, 這是, 六大報的, 報紙總編輯聯名, 那, 都有印出來, 那只有訂戶才有看到, 台灣民政府華任舉行官方酒會, 美國英國政治領袖出席全球媒體關注, 那, 底下還有, 預告的, 隔天6月4號, 遊行的內容, 那, 這邊, 看到這裡, 台灣民政府, 永遠美麗的志工, 民務長夫人林子安, 名字要看一下, Julian Lin, 同心攜手, 為台灣未來打拚, 為社會付出, 同時也自我成長, 底下這篇有一個內容, 台灣, 沒有獨立的權利, 25年民進黨的黨員加入, 台灣民政府, 那現在是, 台北州的總知識, 賴眾星賴總知識, 他, 這篇裡面的內容, 他有講到, 根據, 國際法理, 日本天皇有所有權, 美國總統有佔領權, 有所有權的土地跟人, 居住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 沒有權利, 主張台灣獨立, 所有權狀你拿不出來, 憑什麼要台灣獨立, 所以這個觀念非常清楚, 點名的都在裡面, 好, 往上移, 再上一下, 來, 看到這裡, 直擊, 台灣民政府總部, 沒有神秘面紗, 也不是政治狂熱, 我們同樣愛台灣, 只是選擇不一樣的路, 台灣民政府有沒有要參加選舉, 派黨代表, 黨主席去參加, 流亡中華民國選舉, 不需要, 我們是佔領區, 當地的人民, 我們不是流亡難民的流亡政府, Chinese Taipei, 什麼叫Chinese Taipei, 中國台北, 還是中華台北, 都不是, 他的全名請你記下來,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日本天皇所擁有的台灣台北市, 就在一個地方的首都, 台灣這片島嶼的首都在哪裡? 台北市, 就像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 法國的流亡政府, 比利時的流亡政府, 波蘭的流亡政府, 流亡到哪裡? 英國的首都倫敦, French London, 比利軍 London, 波蘭, 倫敦, 流亡政府的流亡國家來源, 後面呢, 城市, 所以你看到Chinese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市, 所以你看到Chinese Taipei, 可不可以改成台灣? 沒有資格, 你不是當地人, 你也不屬於當地人的民分, 憑什麼你是說你是台灣政府? 沒有資格, 就像我們講英文, 我們可不可以去英國說, 我們就是英國人, 因為我們講英文, 所以我們是英國人, 可以嗎? 可不可以? 不行啦, 你要拿證明出來, 你要證明你是英國人, 不是說我認同英國, 所以我是英國人, 我認同美國, 所以我是美國人, 因為我講中國話, 我是中國人, no, 全世界, 講英文人那麼多, 那通通都是英國人喔, 所以你的身份, 不能用你語言, 文字, 文化去確認, 必須用你的出身的證明法理文件, 來證明你的來源, ok, 好, 我們回到首頁, ok, 好, 我們看到6月10號就上禮拜了, 我們看, 來, 這邊, 呃, 這個, 變革大遊行, 這個, 好, 這個遊行呢, 時間的關心, 各位你大家去看, 我們各台都有, 來,慢慢看, 東升, 我們看抬頭就要不用點進去, 東升新聞台, 伊電視, 華視, 年代新聞, 還有底下, 環宇電視新聞, 來, 正確版底下, 好, 6月4號, 快樂法理變革大遊行, 好, 來, 這底下都有, 遊行的寫真, 底下, 來,我們看到底下的內容, 2017, 主要的, 遊行的訴求, 各位, 我們現在, 台面上的政治台灣, 一般的遊行是, 人民, 對Chinese Taipei, 的訴求, 那是屬於什麼, 中國內政, 而台灣民政府的大遊行, 是在戰爭法架構, 和平條約的架構下, 台灣民政府對人民的宣告, 不是訴求, 因為在戰爭法裡面, 美國軍政府底下, 台灣民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下,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地, 台灣民政府有權有義務, 要宣告, 告訴所有佔領地區的台灣住民, 所有日本台灣人, 這六點, 各位, 南方語一起來念一下, 來,第一個, 這個, 這個遊行重點在哪裡, 我們看上面, 來, 那個, 陳志我們看在上面, 重點在哪裡, 恢復台灣人國籍大遊行, 美國高層法院在2009年, 4月7號已經告訴大家,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那為什麼沒有國籍, 現在日本應該要恢復台灣人國籍, 台灣人本來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而不是現在的Japan, 現在Japan是在和平憲法的架構下, 走出來的, 一樣, 它也是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叫什麼, 日本政府, 而不是二戰前的帝國政府, 因為二戰前的帝國政府, 已經是什麼, 瓦解了, 所以, 成為美國軍力佔領區, 那現在首先, 和平憲法架構下的日本政府, 是由日本國民, 國民, 組織成的日本政府, 一樣也是跟, civil government一樣, 由占領區的人民所組成的日本政府, 那台灣這邊呢, 那台灣這邊呢, 依照戰爭法, 就是在和平憲條約的架構下, 一樣, 由占領區日本唐人, 組織成台灣民政府, 那接政之後叫什麼, 台灣政府, 而不是現在的Chinese Taipei, 它沒有資格, 沒有民分, 所以出去都被打臉, 它的護照在國外, 它也不能講台灣, 我們看到最近新聞上, 這幾天的新聞也有講, 體育代表隊到國外去, 只是填錯了, 台灣跟中華民國, 還是China, 還是寫台灣, 這個原因, 這個運動代表隊到達, 地點的時候, 因為這個原因延遲了, 身份不明不白, 明明是Chinese Taipei, 流亡的難民代表隊, 你講你是台灣, 海關就過不去了, 到每個地方都一樣, 都是一樣, 這種情況不會改變, 只要Chinese Taipei一直維持這樣, 永遠這個困境, 一直就會存在, 不是中國的打壓, 而是全世界遵守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都很清楚, Chinese Taipei, 永遠不能代表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政府, 他還不是台灣, 台灣是什麼, 軍事占領區, 不是中華民國, 要分清楚, 來第一點, 恢復台灣人國籍, 因為這個國籍是誰改變的, 中華民國, 中國, 在1946年的1月12號, 透過行政命令, 節餐制定01297號訓令, 在那一天, 1946年1月12號, 改變了所有日本台灣人國籍, 那1952年, 日本政府就把所有, 占領區的人民視同, 眼睛用看的, 當作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但是法理上呢, 它沒辦法改變, 為什麼, 初級班兩個重點, 請你寫下來,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很重要的重點, 美國征服者, 他在1945年9月2號, 透過麥克拉社的1號命令, 指定蔣介石, 清楚喔, 蔣介石, 不是Republic China, 不是中華民國, 是指定蔣介石, 這個人, 帶著他的中國國民黨的軍隊, 來到台灣, 幫美國辦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軍事占領台灣, 就辦這件事情而已, 他可不可以來到這裡, 就把所有他人, 國籍通通規劃, 成為中國人, 不可以,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美國高院確認, 日本應恢復台灣人國籍, 第二點, ROC就是Republic China, 在1946年1月12號, 改變了台灣人的國籍, 應該怎麼樣, 人權賠償, ROC has to pay for the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把人家, 佔領日本台灣人的國籍, 大日本帝國,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 要人權賠償, Human Rights, 就這樣和平條約的內容, 再次的跟所有, 軍事佔領區域的日本人宣告, 美國, 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United States i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over Taiwan, 來,再繼續往上, 重點來了, 舊金商合約已經確立了台灣地位,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台灣是不是中國的? 不是,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中國, 屬於中國的是Chinese Taipei, 1945年的9月2號, 到1949年10月1號, 這中間逃亡來台灣的這些中國人, 是屬於中國的, 而留在, 一直存在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日本台灣人, 不屬於中國人, 這一點大家清楚, 再來, 台灣人的訴求, 告訴大家, 什麼目標? 我們的訴求是國際地位正常化, 現在不正常政治台灣, 管理台灣的亂象, 不是我們台灣人所要的, 我們要的是法理台灣, 把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我們的訴求, OK, 好, 我們回到上一頁, 時間關係, 大家再到官網自己點來看, 再來, 我們回到首頁, 今天有個新聞公告非常重要, 台灣民政府9月參加聯合國大會, 昨天的6月22號新聞的公告, 我們點下來, 回到上一頁, 這上面有一句話, 很重要的唸出來, 來這裡, 注意看這裡喔, 好, 今年, 台灣民政府特別探尋主辦的大會, 並得到主辦單位保證對所有與會國家, 一律公平且平等對待的原則下, 台灣民政府將派六人代表, 來,我們點一下, 點一下這邊, 進去看, 來, 看到這裡, 新聞公告, 第一個, 台灣民政府遞交美國最高法院訴訟狀, 將於6月28號, 我們相信在6月4號那一天, 記者有報導新聞也有透露到這一點, 台灣民政府在6月28日, 準時送達高院的一個訴訟狀, 送達到哪裡, 最高法院, 訴訟內容主要是要求最高法院, 確認美國高院對本土台灣人的判定, 以及對台灣人變更國籍所受損害賠償問題, 還有, 7萬名已經申請台灣民政府身份證者損害賠償的問題, 第二個, 8月15日, 日本禁國神社舉行祭拜大典, 台灣民政府按照網立將派遣, 34名參加祭拜, 因為機位跟旅館問題不能多派, 實在是殘念, 殘念, 今天, 民政府將有4000名參加靖國神社會員, 並派遣代表來主祭, 第三, 參加聯合國大會是個非常困難且艱巨的政治工作, 今年聯合國大會又將於9月開幕, 每年聯合國都會有6種不同議題的大會開始, 今年台灣民政府特別探尋主辦的大會, 並得到主辦單位保證, 對所有與會國家一律平等且平等對待的原則下, 台灣民政府將派小組人員參加聯合國大會, 而且發表本土台灣人的內心聲明, 給所有國際人士了解。 有看懂了嗎? 有沒有看懂? Chinese Taipei它可以嗎? 不行啦, 你看那個5月3號國際盛會, 全世界那麼多的國家熱烈的在報導, 大家要了解到原來中華民國在1946年1月12號, 做了這一件違反戰爭法的事情, 違反戰爭法的戰爭罪一共有4點請你記下來, 台灣民政府要指出來, 第一個,1945年的10月25號, 中華民國的佔領軍, 將10月25號稱為台灣光復節, 這個是嚴重違反戰爭法的戰爭罪, 第二個,在1946年1月12號, 依照行政命令改變了所有台灣人的國籍, 這也是違反戰爭罪,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包括不得改變佔領區人民的國籍, 這是戰爭罪。 第三個,在1949年12月開始, 徵召佔領區的男性, 日本台灣人的男性當兵, 這個是違反戰爭罪。 第四點, 將台灣這個佔領區的日本帝國的國產, 跟人民的私產, 集中收起來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產, 跟個人的財產。 這也是戰爭罪, 一共有四點。 各位, 你一定認識一個人, 他叫廉政東。 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的接收大員, 廉政東。 各位, 連戰有登上富比士富人的排行榜。 廉政東當年他是雙手空空, 從中國來到台灣。 這廣大的日本台灣, 怎麼會讓他, 從兩手空空的接收大員, 變成富豪。 問號。 這很有趣喔。 來, 我們回到首頁。 我們回到PowerPoint好了, 剩下時間, 大概大致跟大家講一下。 來,我們看影片好了, 6月4號的影片。 正確版的影片。 官網。 這字好了嗎? 點這個, 裡面這個。 這個, 點這個。 然後, 捲上去。 往上捲。 往上捲。 繼續。 這是聯合報的報導內容。 好, 我們往上看好了, 往上看。 剩這個影片而已。 點這個。 我看一下6月4號的內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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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你如果用那个网路浏览器 不要用微软的那个IE 那个IE很慢 你要用那个Google 那个CH开头那个 那个搜寻 对对对 这边 我这边打台湾民政府影片 直接打台湾民政府影片 好 按下去 前面那个W可能要去掉 前面W OK 好 搜寻 OK 按上面那个 你拿到这里之后 你看到台湾民政府影片 记得 这里按订阅 好 往上移 我们看到上面这里就有了 好 这是那个游行 游行的影片 然后在上面这里 初级班 这个是上礼拜 记得 今年是几年 平成29年 不要用民国106年 你要问自己 你是流亡的中国人 Change Taipei 还是占领区 法理的台湾人 你的年号 搞清楚 你要再用民国 你中国人 我听你讲话就知道 你是什么人 因为你的脑袋里面 外表是台湾人 脑袋是中国人 为什么这么 那么大的差距 为什么身体有那么多的毒 明天早上第一节课 解读解读解读 我们让攀讲师 给大家做介绍 好 课程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